中鳥乡永乐国小属于偏远学校 学校为了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以及增加事业 特别与台中市中校国际接任会合作 引进同军团资源办理混零同军活动 采取分组闯关的方式来进行 永乐国小因为未处偏乡 其实小朋友能够到外面去参观交流的机会不太多 这次难得有同志军的活动能够带到学校来 对小朋友是非常丰富的体验 包含他们的服装穿着以及童子军的精神 以及各种的口号都让我们小朋友学到非常多的知识 非常感谢台中中校国际接任会 给我们学校带来这么丰富的资源 有学生没有见过弹出台才高敲 树弹弓则是利用轮胎的内胎绑在树上 发射塑胶机 参加的学生都感觉到非常有趣 戒指也拓展了课本之外的学习视野 台中市中校国际接任会来到永乐国小 除了引进童军活动之外 更协助学校安装窗帘 解决教室阳光系载问题 希望透过活动让学生学习童军精神 也增加与都市的小朋友间的互动 活动细节也是由同军团长这边 针对不同的年龄层设计不同的闯关的一个模式 所以从智林就是幼稚园 然后一二年级三四年级还有五六年级 甚至国中以上的一个同军 我们都有做闯关的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不同层级 由不同的志工团长带领的小孩 能够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接触同军的一些教育的精神 然后能够慢慢的把这个部分带入永乐国小 也希望让孩子能够多接触外界的一些教育 跟外界的一些小朋友多多互动 家长则是带来中寮香的农特产 例如龙眼干、香蕉干、芒果柳丁 都是采取友善食股农作 与大地共生息 更是让来宾打开眼界 记者双千福中寮香采访报道